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杰,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 番茄炒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请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番茄炒蛋的材料 番茄三个 鸡蛋三个 盐一勺 糖三勺 番茄酱两汤匙 今天我准备了三个番茄 用刀在番茄的表面划一个十字开口 然后放在碗中 加入开水,把番茄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去除番茄的皮 再准备三个鸡蛋 将鸡蛋打入碗中 用筷子充分搅打均匀备用 现在可以去除番茄的皮和番茄的根 然后切成小块 这里要小心,去皮的番茄非常的滑 在切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切到手 切完后放在盘中备用 在锅中倒一些油 准备煸炒鸡蛋 不能炒太久 又成熟就可以盛出备用了 再倒一些油 现在煸炒番茄 煸炒几下后 加两汤匙的番茄酱 加番茄酱是用来提高浓度 以保证菜肴的浓郁口感 翻炒均匀后 把鸡蛋也一起加入 加一勺盐 加三勺糖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非常简单的家常菜就做好了 大家都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来和我分享在厨房中的心得 也可以提前来告诉我 你们想要学的菜 我会在最短时间内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会儿